豆包AI是字節跳動旗下的大模型應用之一 沒錯就是那個做出抖音和今日頭條的公司 如果你對AI世界有點了解 你可以把豆包視為中國版的 ChatGPT加McJenny加Picot 整合進一個平台什麼都能來 豆包真的超好用的深圖深影片 寫文寫程式做AI智能體翻譯 都用同一個平台 不用切換視窗到想砸電腦啊 如果你有以下症狀 寫文卡關影片做不完圖片不會畫翻譯靠Google 想學程式卻不知從何開始 恭喜你這支影片就是為你而拍的 哭羅說我們直接上教學 上Google搜尋豆包 點擊就會進入這個畫面 然後下載電腦版 我們下載好就把它安裝好 點擊就可以安裝 安裝好了就會在下面有一個圖示 然後打開 那記得要用手機註冊 手機註冊好可以在電腦端使用 也可以在手機端使用 好我們來介紹圖像生成 選擇圖像生成 這邊可以輸入你的提示池 80年代的台灣美女走在海邊 比例我們可以選擇16比9 它有很多的選擇你可以任選 好風格我們可以選電影寫真 當然你也可以做動漫感的 產生你看是不是很有FU 那這個圖有什麼功能 假設你是行銷的人 你的部落格要放照片 但是很多的網路上找不到五版權的照片 或者是有五版權的照片 找不到你理想的照片 那你就可以自己生成你要的感覺 所以AI真的是幫我們很多 而且很棒的是現在豆包生圖是免費的 我預測未來一定會收費 所有的平台都是這樣 他一開始先讓你免費用 你依賴了之後就會付錢給他了 接下來我們介紹視頻生成 到這個新對話這邊點視頻生成 那視頻生成很棒的是 你可以上傳一張圖片 他就會根據你的圖片去做成視頻 那你也可以用文字生視頻的方式 直接打提示詞來生成視頻 例如我的提示詞就跟剛剛一樣 80年代的台灣美女走在海邊 我這邊簡單示範 當然你可以打比較複雜的提示詞 他生出來的影片就會更精確 目前每天有10次的體驗機會 我剛用掉了兩次發送 我們來看看效果 真的很棒 相當逼真的 你也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那視頻生成有什麼好處 就是可以做B-roll 所謂的B-roll就是 如果你在做影片的當中 比如說你講到一句話說 有錢人想的跟你不一樣 那你可以做一個有錢人在撒錢的視頻 這樣子就更能去表達你要說的意思 他是一個示意的視頻 接下來我們介紹幫我寫作的部分 他這邊有很多種可以選擇文章宣傳文案等 那我們來有一個長文寫作 這真的很棒 他幫你建立好提示詞的架構 你可以填入就好了 那我可以寫說 我是一名作家幫我寫一篇關於潛意識的文章 生成 好你看他就幫你生成標題 你就看到他幫你生成了大綱了 基於大綱生成文檔 完成了甚至還可以下載 真的非常方便 他會幫你做一張圖 如果你是寫部落格的話 真的超方便 文章自己再轉成繁體就好了 要回到主畫面就按這個新對話 再來就是非常酷的編程 這個真的超好玩的 而且我覺得豆包很棒的 很多人製作的成果他都會公開 讓你有很多的靈感 你也不用從零開始自己想 畢竟我們用AI就是要減少大腦的耗能 是吧 比如說他這有速讀小遊戲 或是無子棋遊戲 那我來一個獨創好了 我來打個 三層才復聘的測驗 也為要告訴他他的成績 其實很簡單的意思 AI都能聽得懂 那我們來深層 這需要一點時間 你看他就會自己跑程式 超讚的 完成了 我們來看看 他有15道問題 按開始測驗 那我們先隨便選 他會告訴你 你的等級 是理財新手 還會給你建議 還可以分享結果 那你要繼續優化 就是可以在這邊繼續優化 比如說你要增加什麼東西都可以 這真是不會寫程式的人的福音 接下來我們介紹一個 很酷的 我真的覺得超酷的 AI智能體 就是你自己建立一個智能體 那他能解決一個細分的單一的問題 像這邊也有很多大神們創造的 比如說Java架構 或者是工作周報的生成 那我之前有創建一些有趣的 比如說商業模式設計師 那假設我們可以發指令 你是一個減重達人 要怎麼設計你的商業模式 他就會告訴你 那我覺得AI很棒的是 他不只是你的助理 也是你的諸葛亮 他給你的很多策略 我在現實中去使用 都有真正的成效 我們稍微看一些 他會告訴你你的渠道要怎麼做 其實真的是已經很厲害了 那我們來創建AI智能體 那我們來輸入說 中數學老師隨便取個 這個設定有一個老師教我說 你一定要誇張一點 顛覆想像就是無限制的想像 因為AI的世界是非常的自由無限制 我們就寫說 你是全國最頂尖的國中數學老師 怎麼國中數學問題都難度到 那這邊設置一個頭像 用AI生成 國中學老師 AI生成 我們隨便選一個 好選擇 這裡可以公開或不公開或私密 那我們選公開 好創建公開 你看真的很厲害 他可以直接給你一些問題 一元二次方程怎麼解 他就會告訴你答案 這就是小朋友很好的家教啦 超方便的 所以這個AI智能體真的超好用的 我知道GBT也可以 但是他比較複雜 所以用這個就是可以生成一個 你專屬的解決一個細分問題的高手 接下來有一個很棒的叫滑池 這真的是懶人的福音 真的超方便 我們如果打開 假設我們找到一個英文網頁 那我們看不懂的時候怎麼辦 因為你只要有安裝豆包AI在電腦裡 你只要這樣滑一下 他就可以翻譯 多方便對不對 只是滑過去就好了 點擊開頭 滑到最後就好了 這叫滑池 用滑的 你只要一滑完 上面這一欄就會跳出來 還可以解釋 可以AI搜索 比如說AI搜索 他就可以直接跳出來搜索了 非常方便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個 我覺得對學英文非常有幫助的一個功能 因為我本身英文也不是說很好 所以我很認真的在學英文 我們如果想要看英文影片 可以有一個英文影片 旁邊這個豆包小圖是 按這個CC實習方式字幕 哇他就會自動的一邊的翻譯 好 英文中文都有 那對於英文的初學者真的是非常的棒 你可以很快的吸收到很多國外頂尖的資訊 好那我們今天豆包的教學就到這 你最喜歡哪一個功能呢 留言告訴我 我是Frank 這個頻道是專門分享 AI創業以及行銷的實戰心法 還有行銷的實戰步驟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